热闹圆宵夜 台南的正统路尔门圣母庙释放高空烟火秀 博物馆监视店多 有三位民众是被烟火给炸伤 至于在云林北港朝天公所举办的平安要进活动 在凌晨一点左右 神灶队伍的行进路线附近呢 有一处洒小巷弄的木造房屋突然起火 那是不是因为鞭炮所引发的 目前还在见识当中 为在狭小巷内的一间木造房屋突然起火 火势越来越猛烈 民众见状赶紧敲门通知附近住户撤离 也拉起水管 试图灭火 两层楼高的木造屋大火过后已全会 消防人员上午回到现场火调 以木造屋已二十多年五人居住 而云林北港朝天公在元宵夜举办平安绕境活动 凌晨将近一点 神教队伍行进时 木屋奇火燃烧 也延烧到隔壁户 是否因为鞭炮引起或其他原因 人待厘清 如果原因还要等我们火调人员勘察确定才会知道 台南正统路尔门圣母庙在元宵夜 释放上万发高空烟火 吸引七十万人次涌入 但也发生意外 在最后一场烟火释放时 有三人受伤 募集民众拍下一对夫妻遭炸伤 将照片放上网路 直呼太惊悚 最后几门的时候其中一门就是 他可能推没有推上去 然后推到一半就掉下来 掉下来在底下爆 现场就挂柴了啊 庙方发出声明表示 烟火释放前 经过四次检查均符合规定 其中一颗烟火在落下时才爆破 掉落在原定落雁区约15公尺外的位置 造成观赏民众受伤 庙方深感歉意 以前往慰问伤者 未来将扩大落雁区的规划 并实施更严谨的伟安管控 记者综合报道